这个靠睡觉培养感情的恋奏终于大结局了 有人闯到别人约会地点现场抢亲 还有人面对最终表白当场逗人 这情节真是一个比一个抓嘛呀 哈喽姐妹们这里是姐妹吐槽爵 我由来讲只是睡觉的关系了 上回我们说到大冤主海贵男一看到八号姐回来就开始甩脸色 然后还跑回房间去收拾行李 看他这架势是不是以为他要推出节目了 然而并没有 他收拾完东西又下楼在大家面前逗出慌 就为了个应八号姐 八号姐问他为什么躲着自己 海贵男还嘴硬说 我没有啊 我就是看见你俩走进来心情不好才上楼去了 说这话时 那个眼神像是能杀人 不知道的因为他抓到自己老婆出轨了呢 八号姐解释说 自己昨天并没有想出去 心情很沮丧 是黑场直让气氛变好了 其实就是暗示海贵男 我跟一百哥啥都没有 都玩玩的那么开心的人 才不是我呢 海贵男竟然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问 你说完了吗 还有什么是我需要听的吗 这脸色甩的 我反正是要窒息了 难怪他之前的恋爱都超过不了90点 八号姐主动提了 之前珍惜话让他不舒服的那件事 也承认了那个问题是自己问的 我之所以会和一百哥约会 就是因为对你很失望 但我去约会的时候 一直在想着你 海贵男听了这话的表情 就更难看了 因为他之所以说 会背着八号姐偷偷去约会 就是想让他忌妒而已 他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前进 他想让八号姐也表达出爱意 现在他为此事向八号姐道歉 这俩人就算是把话说开了 所以海贵男又不想走了 短发姐和冰箱哥那边也在兑现 冰箱哥一脸心虚 短发姐完全是正宫左派的发问 我挺好奇 欧巴玩的开不开心呀 冰箱哥说 自己本来就喜欢运动 所以不论是跟谁去 都会玩的很开心 但是他觉得 现在最能聊到来的人 还是短发姐 短发姐问他 昨天约会想我没有 冰箱哥说 我约会的时候 没有把你排除在外 那话说的情真意切 就差没对短发姐表忠心了 但我看他昨天 不也玩的挺开心的嘛 短发姐在冰箱哥面前 也在阴阳青春妹 如果我发现 海贵男和八号姐 交往的还不错的话 我就会逼开那个位置 但是青春妹嘴上说着 没有看中的人 实际上却干着翘翔脚的事 我觉得好微妙啊 冰箱哥却在为青春妹说话 我觉得他这么想很正常啊 短发姐看出来 冰箱哥对自己变得小心翼翼了 冰箱哥也没否认 但又说一次约会 无法谋生爱意 其实就是在和短发姐 极限拉扯 八号姐问青春妹 喜不喜欢一百哥 青春妹还是那套说辞 四个人里 没有我特别喜欢的 除了完全不符合理想型的 一八零之外 我都好奇 八号姐也坦白了 她昨天对一百哥产生了好感 专门来问青春妹 也是担心会和她抢男人 而青春妹竟然说 我到目前为止 对谁都没有心动 而这 昨晚和冰箱哥说的话 你都忘了吗 这时小屋里来了一位新美女 预告里的背影就是她了 我还以为是第五位女嘉宾 但其实只是占卜师而已 换句话说 她就是节目独派来 推动剧情的NBC 占卜师给短发姐的建议是 让她继续直进 然后帮冰箱哥测出来 她跟短发姐的结果会更好 让她别在两人之间犹豫 赶快做选择 青春妹那边的牌 也是有双重性 所以也要快点做出选择 一百哥跑去对海贵男说 我和八号姐用完会之后 更确认喜欢的是青春妹了 然后又傻乎乎的跑去化妆间里 在青春妹周围乱晃 青春妹看见她都头疼 又把她赶去了客厅 她觉得一百哥给她的压力很大 但是又不好意思去和一百哥说 只能在女生寝室里发牢骚 此时 在这个屋子里还有一对CP 甜的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黑长直和180 已经年年糊糊的盖一创被子在贴贴了 海贵男在旁边被秀了一脸 要不打电灯泡 爱着先跑路吧 最后一次约会 是随机抽卡决定人选 都到这时候了 抠门节目组 还是只让两对情侣出去 其他人留在小屋手家 能出去约会的人 是短发姐冰箱哥 和黑长直一百哥 180气得当场崩溃 八号姐和海贵男 一副大哥大嫂子驾驶来安慰小弟 180因为不能和黑长直出去约会 难受的跑去虚空打拳 一百哥那边要出去约会了 还跑去青春妹房间说 我出去约会了 晚饭做点好吃的 青春妹笑得一脸尴尬 哈哈真把我当你的谁了呀 一百哥说 他昨天那么用心准备的约会日程 其实是为了和青春妹约会 他从第一次约会开始 心意就固定了 还让青春妹把他今天的约会 当作是外出就行 青春妹尬笑得脸都要僵了 心里想的是 你要和谁出去约会 关我屁事 但他又不好意思 直接拒绝一百哥的心意 就表现得非常委婉 青春妹在厨房碰到冰箱哥 嘴口聊了几句 短发姐竟然突然板着脸 从脸子后面冲了出来 然后她的表情又瞬间变成笑容 说自己是来找棉棒的 青春妹就站在旁边 看着他俩吃零食 三个人坐一块 这个气氛也是绝了 短发姐受不了这氛围 起身走了 青春妹马上就对冰箱哥感慨说 哎 好看颜色 短发姐上过车之后 还在甩脸色 我说这车座椅怎么挑钱了呢 原来是青春妹坐过呀 两个人从一开始气氛就冷了 短发姐质问他 我以为欧巴是不喝酒的呢 昨天怎么和青春妹喝酒了呀 冰箱哥说是因为气氛太尴尬了 他才提出要喝酒的 短发姐这还不算完 一直追问他昨天的迂回细节 然后表达自己这两天的嫉妒情绪 冰箱哥回答他的时候 已经很敷衍了 短发姐觉得 自己和冰箱哥的关系没有进展 但是这种事 也不是嘴上一说就有用的 冰箱哥感受到压迫感已经想跑路了 短发姐还一直逼着他表明态度 这天算是越聊越崩 另一边 黑长直出去约会前 还给180留了小纸条 8号姐给海归男送了情侣睡衣 180打了一顿拳 又看了纸条之后也看开了 他只希望黑长直玩得开心就好 他想在外面睡就睡呗 我本来就不在意这些 我跟他又不是交往的关系 我没必要对他的行为指手画脚 这话说的太有格局了 旁边的海归男突然觉得膝盖中了一届 短发姐和冰箱哥的约会项目是去做手工 从冰箱哥表情也看得出来 这玩意儿真的很无聊 他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打毛线机器 而搞事节目组这时候通知独守空房的四位嘉宾 你们现在可以抓住最后一次告白机会 去找喜欢的人告白 所以我们的180他又撑了 他连衣服都来不及换 开着车就直奔目的地 黑长直和100哥看到他出现都惊呆了 他一副正经男友的架势对100哥说 我跟黑长直聊几句你先等一下 100哥竟然还是刺个大牙傻笑 大哥你现在是被抢尽了呀 怎么感觉你磕到了呢 一上车 180就把黑长直手拉住了 黑长直问他怎么来了 他说因为想你就来了 节目组只给了我十分钟时间 我只想来把你带走 因为这是最后一天 想要在一起的心更加恋恋不舍了 而且他还把黑长直留给他的纸条拍照设成了锁屏 纸条上写的是马上就回来 等我 我的妈呀 他们这对确实好磕呀 我突然就理解100哥磕得一脸伤头的心情了 黑长直也完全不拖泥带水 直接对100哥道歉说 对不起我要走了 然后连烤肉都没吃上就上了180的车 总而言之 我们恭喜100哥能够一人独身双份烤肉 他吃之前还拿手机拍了个照 我也是笑不活了 黑长直在回去的路上 发现天上的月亮很美 于是180就停车被他一起下车拍月亮 这一幕也太浪漫了 八号姐和海归男坐在一个被窝里谈心 八号姐说 想要对海归男了解的更多 好像喜欢上他了 说着说着还把自己整害羞了 告白之后一把用被子蒙住了头 而海归男对他的态度也很真诚 希望以后也能和八号姐有好的相逢 青春妹一看到黑长直回来了 就开始焦虑 因为黑长直回来了 就代表100哥今晚野狐回来 他一点都不想面对100哥 偏偏这时候 八号姐和海归男还在他旁边 炸头发秀恩爱 他逃到楼下 然后又装进180黑长直 你弄我弄 这个小屋已经被狗粮给塞满了 到了最后 青春妹因为心理压力太大 还躲在被子里哭了 他是真的对100哥没兴趣 但又不想做那个狠心拒绝的坏人啊 冰箱哥和短发姐今晚住的房间 竟然还是那一间 很难不怀疑节目组是在那搬了卡 躺下之后 短发姐又在说青春妹的坏话 具体内容也还是那几句翻来覆去讲 这时候我就很想把隔壁粉红谎言 精英男的最爱背后对人奖 也颁给他一份 另一边 八号姐明明和海归男相处的还挺好的 但是他突然说 其实我还没有原谅你 今天一天都在生计 海归男一脸懵 你这又是啥情况呀 八号姐说 我觉得你在利用青春妹 引起我的嫉妒心 你们两个距离很近 脸都要踢到一起了 海归男说 我没有啊 但八号姐坚称他亲眼看见了 然而事实是 他们俩只是一起做菜的时候 挨得比较近而已 海归男可对青春妹 一点一次都没有啊 八号姐完全不听海归男的解释 觉得海归男没有注意避嫌 他知道海归男容易吃醋之后 做什么都很谨慎 但是海归男却不在乎他的感受 完全不记得他也喜欢吃醋 所以他才这么生气 看到这里 我的表情比海归男还要无语 你之前安慰180的时候 不也贴上去搂人家了吗 怎么还双标呢 到了沙发上 两个人聊起 今天没能出去约会很可惜 八号姐说 但是如果不是和喜欢的人一起约会 也会想回家吧 这时海归男就要犯旧账了 那你和100个约会时 怎么不用忠男权回来 八号姐说 我没有因为你而放弃100个的理由啊 然后他又补了一句 如果没有那天的误会 他应该会用忠男权 所以这个话题 最后又绕到了 当时的真心话提问和误会 为什么会产生上 看他们两个内心敏感的人吵架 是真累啊 总共就在一起 待了几天时间 还能有这么多旧账可分 我真是佩服佩服 到了最终选择那天 节目组竟然在大草地上 放了四张床 这场面我是真没见过呀 躺在这种床上 真的不会尴尬死吗 四位男嘉宾 各自站在了一张床边 女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男生表白 牵手成功 就能原地直接上床 节目组真是策划鬼才 黑商智当然选择了180 他的表白词也是画风清晰 欧巴你以后想和我一起共度夜晚吗 180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两个牵手都是十指相扣 可以说是本期最甜CP了 短发节选的是冰箱哥 冰箱哥看着不太高兴 但还是同意了 我怎么总觉得 这对CP是高开低走 自从冰箱哥和青春妹冤枉会之后 就对短发节没那么喜欢了呢 本节目最大的看点 现在只剩下八号节和青春妹的选择结果 一百哥紧张的一脸被人绑架了 等着家里人来送赎金的表情 青春妹先走到了冰箱哥的面前 然后又到了一百哥的面前 最后走到了人群中间 她鼓起勇气宣布 我一个都不想选 886家人们 青春妹独自美丽去了 这结局至少比她违背自己的心意 去选一百哥要好 毕竟第一期的约会内容 我真是看一次尴尬一次 一百哥你就别伤心了 以后有女朋友了 可别约会睡大觉 还抢人被子了 八号节 我真的很想给她改名为别扭姐 虽然她跟海归男生了那么多气 但现在还是对海归男表白了 而海归男的回答是 这五天四夜里 我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所以我们出去之后笑着见面吧 对不起 然后海归男就转头走了 好家伙 八号姐当场就愣住了呀 其实这个结局也挺好的 他们俩这个性格确实也不合适 真要在一起了 肯定天天吵架 还是不要相互折磨才好呀 到了现在 为二牵手成功的那两对 终于躺上了床 但是我在意的却是 他们为什么不妥协 白色的床带会脏的呀 只是睡觉的关系 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不知道姐妹们看得开不开心呢 还想看我讲什么恋宗 也欢迎给我留言 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